民众党2022年即将迎来是首次地方首长的选举 除了台北市传出可能由副市长黄山先出战 新竹则有立委高洪安 现在还传出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将要参选桃源市长 而且连党主席柯文哲都点头同意了吗 今天谢立功他一口气就安排了七个地方行程 也松口有意愿尝试角逐 身权鞠躬成心敬拜 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率领桃源市党部到卢竹龙德功参拜 外传就是因为党主席柯文哲已经点头2022桃源市长 就派谢立功出征 也不否认说我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但是有更适合的人又何必一定是我呢 我从民国88年从警察大学教书之后 这20几年来其实跟桃源的接触应该算是蛮多的 强调自己跟桃源也有渊源 五号更是跑透透 一大早来到卢竹指导民进党参选声望高的立委 郑运鹏选区 中午跟地方要搅餐会 下午再到国民党可能人选桃源市议长 邱一胜选区踩地盘 傍晚到杨梅还跟在地锦销聚餐 一口气七个行程 插旗意味浓厚 看起来就说他们大概只认识这里了 桃源其实还蛮大的 不要带着那种天空国的心态 好像这个上级长官来这边巡视一样 然后外民拥戴 其实民主政治基层选举 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容易了 我们了解桃源发展的需要 又何必在乎谁的时间长或短 你待的时间很长 你没有贡献又有何用 外传民众党内甚至评估桃源市长选举 蓝绿阵营台面上没有强劲人选 民众党有机可乘 桃源现在六席区立委我算最资深的 那我有不管是参选或者辅选 我都有一定的责任 这个我自己知道 每次他们起手势好像都很吐槽 好像奇怪他讲桃源 那个民进党国民党都没有人才 我也不懂他什么意思 选战还没开打 已经受到浓浓火药味 第三势力抢先布局 也让2022战局不得不提前曝光 接着陈明华医生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